南医书局国语六上 第九课 我爱蓝影子 贵文亚 课文导读 夕阳披上一件金纱 最卧在橙红色的山谷里 我坐在收割后的稻草堆上 两眼紧追球场上的蓝影子 刷 一记漂亮的空心球 刷 又一个擦板得分 砰 球撞上篮筐弹回来 蓝影子飞升向前 刷 又近了 我高兴地笑出声来 掌心都拍热了 放学后 我总是急急走到那里 把书包往稻草堆上一扔 等待我的蓝影子 不久 蓝影子就会出现在运动场上 始终穿着那件蓝色运动衫的它 给人的感觉很沉着 即使连中三元 也只是把眉头轻轻往上一挑 看起来并不骄傲 反而像是奇怪 自己的运气怎么这样好 蓝影子是学校的体操队长 每天课间操 都是由它代表示范动作 它笔挺地立在体操台上 一动也不动 和站岗的卫兵没两样 当音乐声响起 它的每一个动作 就像经过电脑精密计算 炉火纯青 漂亮极了 我每天都暗藏着一种兴奋上学 走进教室 便期待下课铃声响起 蓝影子令人着迷 坐在后面的唐晓月 有天忽然笑嘻嘻对我说 你知道吗 那个体操队长就住在我家隔壁 他妈妈昨天请我吃香蕉派 好好吃哦 真的吗 四面八方的女生全听见了 立刻问来问去 他叫什么名字 他家里有哪些人 他爸爸在哪里做事 他妈妈长什么样子 他功课好不好 他他他的 一副准备相亲的样子 这时候 唐晓月挺直腰杆作证了 用一种国际小间谍 才会有的语气说 等我调查清楚 再向各位详细报告 哎呀 少来了 全班女生都叫起来 所以 当唐晓月邀请我 到他家去过生日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 蓝影子住在他家隔壁 不是吗 也许我会看见他 唐晓月热情非凡地 招待我们 但我心不在焉地 老往窗外看 上星期二午休 我从二楼一路往下跑 一步留神滑了脚 跌在地上 痛得皱起眉头 还来不及回过神 已经被一股力量 轻轻提了起来 一个男生亲切地对我说 你的膝盖流血了 我送你去医务室吧 我目瞪口呆 差点没昏倒 是蓝影子 把我扶起来的 我低头 看见裙子上 不但沾满了尘土 难看得一塌糊涂 脚上的鞋子 也飞掉了一只 我的脑袋 立刻嗡一声 变成三个大 恨不得自己赶快死掉 蓝影子向前走了几步 把鞋子捡起来递给我 带点指导的语气说 下楼梯不能跑 很危险 我竟然一把抢过鞋子 大声地回一句 讨厌 要你管 就一搏一搏跑了 笨笨笨 我一千遍地咒骂自己 为什么不说一声 谢谢你 为什么不让他送进医务室 起码可以找机会 说说话 告诉各位一个小秘密 我忽然听见一声惊呼 是唐小月手里拿着的一张小卡片引起的 一张自制卡片 干燥过的玫瑰花瓣排成了新型图案 里面的字体很端正 小月同学 愿你的欢笑像清晨的露珠 晶莹闪亮 愿你的生活像树上的果实 饱满充实 生日快乐 永远可爱 你的邻居 你的邻居 唐小月 眨着扇子似的长睫毛 笑得像一朵盛开的红玫瑰 就是她 哇 陈玫瑰一个字一个字高声朗诵 吃蛋糕吃蛋糕 大伙又叫又跳 我也跟着说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但是 我忘了脸上 有没有露出祝福的微笑 下集完 请教诈 散 淡